贺龙送徐向前一个俘虏,徐直接给团集待遇,后来俘虏果然立大功,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的一场大型战役,1948年7月下旬进中战役结束后,山西省大部分地方都已被解放。 阎西山的几十万禁随军损失,待尽于不五个师,和一个赞鞭总队,收缩于太原及其外围地区,企图依托险要地形和坚固设防进行固守太原,是山西省省会位于进中盆地北部,东以罕山西临盆河南北地市起伏,一手难攻,是当时华北的战略要地。 阎西山集团经过长期经营修筑种类繁多的外围据点,仅主要防区就有大碉堡,就有五千多个纵深阵地和城防攻势,使太原成为一个极为难啃的骨头负责解放太原,的适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原间第一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元帅太原战役,开始后不久贺龙元帅听说战况激烈,特地差人给徐帅送来一个国军俘虏。 这个俘虏可不简单,他叫行卫,原是阎西山所部工兵两团团长进中战役被俘虏,但是看管不慎被其趁机溜走。 好在没过不久,他又被贺龙所部俘获,并将其送到当时战事,紧急的徐向前元帅处。 行卫是阎西山的老部下,曾在阎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建设科科长,语言流用的日军碉堡专家,一起主持设计,构筑过太原防碉堡工程。 对这一工程的位置,结构,火力配器十分熟悉被称为阎西山的碉堡专家,虽然是俘虏的身份,但熟知太原防守结构的行为,对于负责指挥解放太原的徐帅来说可是一个至宝。 徐帅除亲自接见行为,并从他口中了解太原的城防工事外,还只是情报科要很好的帮助他,给予足够的信任大胆使用他放手让他工作。 徐帅还直接给了行为团级待遇,发团级服装和兵团的科长们一样失忠躁。 由于受到徐帅的礼遇行为工作十分努力,他精心绘制各种碉堡的平面、立体、解剖和写真图摆沙盘编写、文字说明材料。 向机关和部队首长介绍,太原敌情和城防工事配系工程情况,近其所知毫无保留。 在他的配合下解放军快速和深入地了解到太原城防工事和增加碉堡构筑,快速地瓦解掉了阎西山最后的倚仗,为顺利解放太原立了大功。 徐向前元帅的这种支援善任也让人赞菜不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